现在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行政院政务员唐奉唐正伟 以及外交部政务次长田中光田次长 那首先我们就恭请田次长为我们开场致辞 其实要我来介绍唐正伟 我是蛮挑战的 因为我跟他不熟 我们是两个世代人 我的世代跟他的世代人一样 所以他逢说有这么一个怪他的人 对不起 我说我怎么样介绍 因为在我的领代 一定要去念书的 你一天要删考他 你要好最后的大学 来来来来 他打聚聚聚聚聚聚 他不是这样 他自修成功 这个呢 我那个年代 男的是男的 女的是 真的 那么现在都化成年 这就是跟我说 我的年代 一切东西要抓在手上 我有时代的 他的年代 东西是放到空中的 他抓空中的 我也不懂 所以说我怎么介绍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昨天晚上看了很多资料 资料多到我没办法记 但是呢 我也不想用你的话语来介绍你自己 因为我觉得也没他讲的好 我只能说 今天我们真的是很高兴 台湾在过去几十年间 我们讲的价值 我们讲的民主 我们讲的权权 我们讲的马克思 我们讲的我们是民主的灯牌 这些价值其实都在 但是这些价值没有经过吹话 所以全世界把我们商品 granted they take us for granted 台湾就是该怎么做 但是疫情发生了 随着要死 那么我常说 可能是silver line 这个疫情 大家当然牺牲起这很多人 但是上海 台湾在这个疫情之间 被凸显出来 凸显出来完以后呢 你的价值也出来了 你的民主被看到 你的人选被看到 你的democracy被看到 你的友善的态度被看到 所以我觉得 我还是蛮幸运的 能够在货别三十年之后 看了一个新的一代 就起来了 那么我刚才也 跟当中我们 当中的聊天的时候 他也觉得 最近被外交部压榨的好厉害 我说对不起 他要去压检 那么 最近我转过来就知道 就是那天8月19号 我开了电视 我开了CNN 我一看CNN 那个很美丽的 Julia Chocolate 她在房门的时候 那么 他们就讲一句话 原来在里面 但是 when the government trusts the people sometimes people will trust the people 我觉得这句话 其实对我们在座的公民 都没有放弃的 一定要在人民跟政府里面 创造一个平行 我相信 我相信 就是那个推手 把人民跟政府 放在一起 所以 各位 我觉得你们今天 都很幸运 有这个机会 来听听我们谭政务 谭他的心理路程 谭他的想法 谭将来他的vision 我们支持大家 在热点的鼓掌 非常高兴能够来这边 跟大家分享 那据说这次的对谈 会变成什么数位教材之类的 也就是有录影的意思 那所以我的语速 可能又会再快一点 因为只有录影的话 大家回去可以回放的 那大家如果想要 就是我讲任何东西的话 现在就麻烦把手机拿起来 然后可以扫这个QR Code 这个QR Code如果扫得到的话 它可以到一个线上的聊天室 叫做Slido 那如果QR Code扫不到的话 那也可以手动地输入这个网址 就是Slido.com 然后输入00831 警号不用输入 不管是透过QR Code 还是透过Slido.com 输入00831 都可以到同一个匿名的聊天室 那因为是匿名的 所以反正大家都在滑手机嘛 也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问的 你想到什么就可以问什么 没有什么长官属官的什么差别 那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因为也是因为是匿名的 所以如果你看到别人问的问题 你也想问的话 你就不用再重新问一遍了 你就只要按赞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接下来有长达 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 那所以通常一个半小时的这种课程 而且中间又不休息 大概到第30分钟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开始手痒 就是想要还一下手机 找点什么东西可以按赞 这些都是很正常的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希望大家把这个按赞的力气呢 花在帮彼此的问题按赞 所以如果有人已经扫到 QR口已经进去的话呢 那就有一位朋友已经表示抢头箱了 这不错 恭喜你抢到了头箱 然后虽然没有奖金了 那但是 本来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嘛 这我们是了解的 那就可以看到已经有一个人帮他按赞了 所以大家如果要练习按赞的话 也可以帮忙这个头箱按赞 那然后在过程里面就是会一直冒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最新的问题会跑在这个荧幕的右下角 所以就是随时大家在右下角就可以看到 比如说冷气太冷啊 冷气不够冷啊 还是什么其他的程序性的问题 都可以在这边做反应 那也有人会直接用右下角开始聊天聊起来 那些都是正常的能量释放 大家都不需要特别放在心上 那所以我们就连续大概中间不停止 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 那如果就是全部的问题来不及回答完的话 那就先跟各位说抱歉 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问题被回答 现在就应该开始拉票 那如果就是没有办法 这个都回答完的话 至少我会都看过 但是如果一个半小时还没有到 那上面就都已经没有问题 而且现场也没有人要举手发问 举手发问的优先顺序高过上面的的话 那我们就会提早结束 不过从来没有提早结束过 我也不觉得这一次会提早结束 所以我们就如果大家对这个时间空间结构都OK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开设 那有九位朋友们都按赞的问题是叫做抢头箱 抢头箱并不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只要恭喜你抢到了头箱 这个问题就可以收起来了 那有一位朋友想要问说 请问凤伟 凤伟这是新的简称 从来以前没有这个简称过 请问凤伟 这段期间你来 最困扰的问题是什么 我是走路上下班 我的那个办公室在人路399号 也就是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那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样子 它本来是空军的总部 那我们把围墙拆掉的时候 这边大安森林公园旁边的一个新的公园 那任何人都可以来这边玩 那这当然是非常棒 那因为我每天是从大安森林公园 走到这个新的 就是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的这个场地里面 大概理论上 我脚步如果快一点的话 我大概十分钟就可以上班了 但是呢 最近呢都要15到20分钟 才能够完成这个上班的程序 那下班呢也是一样 本来是大概十分钟就可以的 现在有的时候甚至要接近半小时 那原因当然就是因为 不但是有人要自拍啊 或者要签名啊等等 事实上还会有人想要跟我一起过马路 而且一起过马路还不够 还一定要把我就是 再带到这个 就是它旁边的那个 就是大家知道有建国花室嘛 然后就是沿着建国花室走 因为它就是有一个 关于什么材料科学的想法啊 什么它发现什么核废料 只要包在钻石里面就可以发电啊 后来我一查还真的有这个东西 等等的这些想法 那它就是非常急于跟我分享 那所以我现在就是在路上 没事就会被拦下来 然后我甚至在上班 就是在这个我的办公室里面 上班的时候 我后面有一个篮球场 那因为现在围墙都拆下来 也没有什么门禁可言 所以我在打电脑的时候呢 有一次呢就是 后面有人敲窗户 然后呢我一转身 就有人拿着手机 已经摆好自拍的那个姿势 然后我一转身 他就自拍 所以工作被打断 这个真的是蛮困扰的 所以后来就是我们现在这个 我的整个办公室都加装了窗帘 然后我也就是会 book比较久的时间 就是我会提早出门 有的时候可能七点不到 就已经出门了 我就慢慢慢慢走到 这个我们社会创新时间中心 就已经了解到 中间会被拦下来 所以本来在时间管理上面 这个是比较困扰的事情 不过现在大概就是 也因为这样子吧 就有比较多就是走路啊 散心啊 跟大家聊天啊 等等的一些时间 所以现在这个困扰呢 大致已经解决了 所以也是很感谢这个外交部同仁 就像刚才次长说的 就是帮我约了一大堆 这个印太周边国家的访问啊 那所以每次只要访问 然后我们知道就会外销转内销嘛 就是国内的这个电视台 就会再报道一次 再报道一次之后 我又会有两三天 就是整天被拦下来啊 这真的是最近比较困扰的事情 不过是还好 大概有处理了 有五位朋友们问说 这个凤伟 今天就是我就叫凤伟 就是了 那个凤伟对开放美牛的态度 我们不是已经开放很久了吗 那当然就是确实了 像我之前去日本的时候 我就是在东京嘛 然后我就专门去找了 他们的那个超市 超市门口有卖那个福岛的柿子饼 那就是他们之前的首相 就是好像每年嘛 都会持那个福岛的柿子饼 来就是讲说这个意识平安啊 什么之类的 那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讲 那个是地方振兴 就是有点同甘共苦啊 等等的那种什么感情的羁绊啊 什么之类的 的那样子的一种感觉 那因为其实我去日本的时候 他们都告诉我说 大概他们重新认识台湾 很多是就是三一大地震的时候 我们的社会部门 跟他们的社会部门 有很紧密的关系 以至于他们的媒体注意到 以至于他们的公部门 不得不注意到嘛 那所以就是我后来就想说 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也就自己吃了柿子饼 然后事实上那时福岛就是 它不是真的柿子饼 它是里面还有就是甜甜的 然后很松软的 就是有点像是一个 介于柿饼跟柿子中间的一个东西 那我觉得很棒 那所以我就自己吃 然后吃了之后还要说 Gekyuma就是非常好吃的意思啊 然后就把它自拍下来 然后就传到了Twitter 那传到Twitter之后呢 这个就非常多的日本朋友跟我说 就是他们非常感动 因为就是我有这样子 就是跟他们同来共苦的这种感觉嘛 那但是后来之后 这个我还没回来 我们我的那个Twitter上 就有很多人开始留言 说这个台湾的新竹也有柿子饼啊 别的地方也有柿子饼啊 为什么你不吃这些地方的柿子饼 要跑去日本吃人家福岛的柿子饼呢 那所以呢 后来呢 我只好回去之后 第一个stop就是跑去新竹啊 然后他们就拿了各种柿子饼给我吃 然后每个都要吃一下 然后还要自拍 所以我想是这个平衡是很重要的吧 大家不能有一种好像 我们只照顾福岛的朋友 而不照顾新竹的朋友的这样一个感觉 那同样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天 大家也是非常了解到说 农委会那边的态度 就是说 我们事实上不是说只照顾美国的农民 不照顾台湾的农民的这种感觉 那所以我想这个题目 如果能够很清楚的把它讲说 我们并不是不照顾国内的农民 我们只是现在 在现在的这个就是实际上面 去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决定 那我觉得后面的沟通 大概就会比较顺利 如果让人觉得 好像是有一种大小宴的感觉的话 那沟通就比较不顺利 这是一点基本的想法 有三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政委最近在忙什么 我最近大概在忙的就是 我们接下来要成立数位专则机关 那数位专则机关 现在还不知道要叫做部 还是要叫做会 那我的想法一直都是说 叫做博物院可能是比较好 我们有一个故宫博物院 是过去的博物院 可能可以有一个未来博物院 什么之类的 就是讲这个数位的未来 而且这样子的话 就没有那个部长跟主委 好像一个只能执行 一个只能做协调 我们现在知道说部长跟主委 他的角色也越来越充叠了 那我每次跟故宫博物院合作的时候 都发现说 就是院长要叫院长 感觉都比较大 所以我觉得叫院长蛮好的 那但是无论如何 对那大概就是在做 这个数位专则机关 包含我有看到有位朋友问说 就是个资嘛 隐私的一个专则机关 因为在目前的状况下 就是个资法它的解释 目前是由国发会的个资办公室 它是国发会的法协中心 那但是它毕竟还是国发会的下属单位 它的人事啊预算啊 用的都是国发会的 所以有很多朋友会觉得说 那国发会专门做 就是经济建设啊 发展啊等等这一部分 跟这个就是隐私 如果有所冲突的时候呢 那是不是应该是这个功能 应该要独立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也有在规划说 那把这个功能独立出来 它就有点像是本来叫非安会 后来叫运安会嘛 至于交通部的那个关系 就是不是说交通部长 能够去人民运安会的委员 而是说就像欧盟GDPR所要求的一样 这个是就是民间的学者专家 等等是比较公信的一些朋友 那他调查一件事故发生 到底是为什么 他说不是交通部的问题 大家比较相信 他说这是交通部的问题 而且交通部要做什么改善 大家也比较相信 那所以就是怎么样 让这样子的独立专则机关 能够符合欧盟的标准 但是又能够去让我们 就是现行的这些行政单位 都能够愿意跟他互相运作 不会觉得说好像在资安通报以外 又要多做一个什么个资通报 什么之类 跌伤架务等等 那这个是目前话比较多事情 就是时间在忙的一件事情 那不过当然主则 还是人事行政总处 所以我刚刚讲的 特别关于博物院那一段 都不是真的算数 都要以我们人事行政总处 最后端出来的那一个 就是为准 有这个 有位朋友有个追问 追问不错 说这个 那我们说如果是有个数位博物院 那博物院的藏品是什么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看一下 那个故宫 就是故宫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模范 就是我们 你看我现在如果找故宫的话 第二个竟然是故宫动物森友会 蛮好的 所以那藏品想必就是一堆QR Code 就是肉行食 翠玉白菜 毛宫顶 玉碧鞋 雕橄榄河粥 青瓷莲花石温婉 这个温婉在这里面 已经看不出来是青瓷莲花石了 不过这个翠玉白菜 还是看得出来翠玉白菜的 也就是说 对于我们每一个实体世界的东西 类比世界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去做Digital Double 就是它的一个数位分身 那这个数位分身 数位我们在现代汉语里面 也有好几位的意思 数位正位就是好几位正位 那所以数位分身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分身 就是每一个产品 不只是它在动森里面可以有一份 它的描述资料 它的3D建模 它的这些你看这个展场人员制服 也有3D建模 等等的这些部分 它都可以去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去进行应用 所以可以说是我们的藏品 就是我们现在实体的这一些 不管是公务的流程 提供的服务 或者是等等这些零柜要办理的东西 你可以收藏的这些实体的东西 刚刚次长所说 看得见抓得到找的东西 那我们都可以把它进行建模之后呢 去做一个数位的收藏 所以我会觉得如果真的 未来叫做什么未来博物院 还是数位博物院的话 那大概就是我们这边叫做 Digital Asset Library 文化部的数位模型库 跟刚刚的那个故宫的 就是给我们一些 很好的一些启发 就是每一个大家有记忆的这个部分 除了你能够去走访之外 你也可以把它的这个建模 大概相当小 7.81G 这个如果是5G的话 应该是不到一分钟 就可以下载完了 然后你就带上VR 然后你就到了局员百货的前面 所以我觉得这些藏品 大概就是任何大家心里觉得 有所触动的 那不管是人事实地物等等 它都可以有数位的分身 这大概就是 如果未来真的叫 数位博物院的话 它的藏品我的一个想法 那有九位朋友们问说 这个如果政委成为外长 这个我最想做什么 那当然这个问题并没有说 是哪一个国家的外长 对不对 对对对 并不是说这个一定是民国的外长 那我现在 其实确实我除了一般 就是公务人员 就是要进的那个 就是公务人员服务法里面的那些责任之外 我想办法在公务员服务法里面 找到了一个 巧门 就是说 我们公务员 虽然一般来讲不能兼职 但是如果是非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 的话 你其实是可以兼职的 如果跟你的本质有关 而且你的就是 就是上司同意的话 那但是他们当时的这个办法的层级呢 说只有国内跟内政部登记立案的非盈利为目的的团体 那但是呢 后来我就发现说 其实母法并没有这个限制 所以其实我可以一面当国际组织的理事 我可以一面当国际组织的职位 所以我现在除了是民国的这个数位政委之外 我也同时是纽约的radical exchange 这一个基金会 它的一个理事 那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推广孙文思想 就是想办法在全世界去讲说 这个看起来疫情的时候 这个民权跟民生必须要择一啊 你如果要照顾民生 民权就会有所减损 你如果要照顾民权的话 民生想必有所减损 但是呢 事实上呢 这个孙文在百年前就已经讲说 你要怎么同时照顾两个等等 而且这些都不是我的话 这是那个微软这个经济社会 政治首席研究员Glenn Weill 因为他创这个基金会嘛 然后他把我抓进来 把那个Vitalik Buterin 就是以太方的那个发明人 抓进来 就是一个区块链的发明人 那所以他们在区块链上 整天就在用这种新的方式 新的投票系统 新的募资系统 平方投票啊 平方融资啊等等 来试试看说 我们怎么样把市场的力量 跟民主的力量能够结合起来 那这样子的话呢 大家在做集体决策的时候 就可以一起去 类似像每天进行一个公投 但是这个 但是不会乱的这样子一些做法 那所以他们的argument是说 只要像学习台湾 那我们就可以在民生跟民权之间 做一个平衡 所以这是蛮有意思的 然后那当然我同时也是 Digital Future Society 就是在巴塞隆纳 他们有这个叫 Mobile World Capital嘛 就是一些通讯公司 一些技术的这些厂商 每年会办一次 这个关于通讯技术的这些年会 那他们是找了一群人 帮他们去享受通讯技术 未来要怎么样为人类服务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说 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们今年就没有办法办 Mobile World Capital 在巴塞隆纳 那但是呢 我们那个DFS就还是照办 所以我也还是去 那除此之外 在阿姆斯特丹 有一个就是 Consul Democracy Foundation 就是西班牙 他们的15M占领运动之后 那他们要试着 就是把刚刚讲的参与式预算 等等方式去推动到 整个欧洲 那包含就是联合国的体系等等 那个我也是一个理事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 其实我比较像是 我们范城这个社会创新 那比较specific 就是公民科技的这个社群 对民国的外长 不是民国对外面的外长 是这个在就是全世界 每次只要一有占领运动 或者一有新形态的 网络社会运动 大家就会发现说 原来已经有一些人 写好了一些城市架构 让500万人有点多 50万人同时在街上的时候 是能够彼此聆听 也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共识的 那像我们的318就是如此 那每一次在这样子之后 我们就多了一些共同经验 多了这些共同经验之后 这些就是国际上这些社群 就会想要把他们最新 想到的这些做法 当然我们2014年那个 现在已经是旧版了 最新版是就是香港 就是反送中的时候的那个版本 应用在就是实体的这个政治上 所以我会觉得说 比较像是网继网路 多方历海关系人 治理那个社群 网民国的就是ambassador吧 但是不是反过来的这个外长吗 有七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凤伟啊 这个已经 那个名音是会演化的 所以接下来就是开始会出现 凤爪之类的东西了 我猜 好 那请问凤伟如何看待 科技防疫啊 跟隐私权之间的拉扯 这非常好一个问题 确实就是现在全世界都想知道说 为什么台湾人会愿意 就是在居家检疫的时候 自己的手机被政府监控啊 到底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啊 那其实这里面大概两个原因吧 一个是说 我们并不是去要求他 做任何他以前不习惯的事情 这个是最重要的 也就是说 每个社会他的隐私权到哪里 其实是大家多 comfortable 那多 comfortable 就是多习惯于什么事情的时候 完全取决于他之前的经验 所以有一句话嘛 说我们出生的时候 与生俱来 当时社会的样子 我们就会觉得是human nature 是人性 但是呢 我们出生之后才发明的东西 好比像说 对我来讲总统直选 因为我15岁的时候 才总统直选嘛 对我来讲 民主就是一个科技 就是我们 就是懂事之后 才出现的东西 都叫technology 那只要是技术嘛 你就可以去改变它 但是只要是技术 它就是跟人有一个距离啊 你就比较不会去信任它 那所以 为什么这次防疫的时候 我们用的技术 大概都是tried and true 就是从SARS 1.0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使用了技术 好比方说健保卡 IC健保卡 那是SARS 1.0的时候 刚好那时候开始 部署的一套系统嘛 2003年到现在已经17年了 又或者像说 我们的就是电子维力 数位维力所用的 那个SMS的那个通讯系统 那个也是 大家如果不是 国家级边缘人的话 就是地震的时候 都会收得到的 那个细胞简讯嘛 它的效力 以及它的 为什么知道你的手机 应该要收到简讯 别人不应该收到 就是因为你的手机 跟基地台的那个通讯的 就是良好的品质 与否去让这三个基地台 知道你的手机 大概在哪里 但是有50公尺左右的落差 那所以不管是台风 不过我们这两年 没有台风 假设我们有台风的话 会淹水的时候 就是大家会收到 赶快撤离的 那个警报等等 大家都已经很习惯 说你的手机 就是这个 不是很精确的定位 你有时候就会收到 一些简讯 那收到就应该 做一些事情 但是这个简讯 当然不可能跑来读你的 什么通话记录啊 你也没有开GPS啊 也不会知道你在哪个房间啊 等等 所以他对隐私 有没有侵害 有侵害 但是这个侵害的程度 是不是大家已经习惯 是大家已经习惯的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 做电子威力 而不是要求大家 安装任何新的城市 就比较没有push back 就大家比较同意 当然还是有 9%的人反对嘛 那9%的人当时 就是也请了一些立法委员 那我们的资安处的 处长也有去做 整个电子威力架构的介绍 讲得都非常的清楚 非常能够给得出交代 那在那个之后 好像支持度就变成94% 就是剩6%的朋友 就是不同意 那这6%的朋友 我们还是非常感谢他们 就是每次他们只要提出一个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那我们当然都非常愿意 去做得更好 所以我想这个隐私权的拉扯 就是说我们不会逼大家 因为防疫的关系 去大幅度的接受一个 我们在防疫这个开始以前 没有的那个科技 那in return 大家对于这个旧的科技 被这样子创意的使用的时候 如果不comfortable的话 只要打个1922告诉我们 那或者请这个立法人 开个记者会告诉我们 无论怎么样告诉我们 我们隔天就改 好比像说 像当时那个口罩实名制 分配的时候 当时我们之前的那个 鸿海资料分析副总高宏安委员 当时不是质询这个 我们城市中指挥官吗 说这个有一个民间的地图 显示说 虽然看起来县市是平均分配的 但是你把那个县市 稍微zoom开来 就会知道说 在偏乡的一些地区 某些村里 其实看起来距离差不多 但事实上 他要花的时间是比较多 所以其实口罩分配是不均的等等 那所以当时我们指挥官 是完全没有defense 他虽然当时是在他人气 应该是最高点 但他就说 文员教教我们吗 就是他每次听到 这样子的建议的时候 都会说 你早点讲 我们一起来学 文员教教我们 那所以接下来 他24小时之内 我们就改城市 就变成比较 就是平均的分配的方式 那高委员隔天 马上就说 今天咨询 明天就改善了 所以大概我们就是 在每一次 就是大家对于 不管是隐私权也好 对于公平也好 对于到底 这样有没有效果也好 只要有任何具体建议 我们就在非常快的速度里面 去调整 那这个就是所谓刚刚讲的 The government should trust this people 就是政府应该要尽可能相信人民 像有的时候人民 也会比较相信政府 有五位朋友们问说 证委你觉得 政府现在创新的程度 离我的标准 这样子距离还有多远 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对我来讲 其实创新 它不是用一个标准来衡量的 对我来讲 创新它是反应的速度 就是说 我们现在说这个数位化 都是说DG 我们叫做DG Plus 那对我来讲 就是说 诶 这边刚好有一个 可以写字的 我就把本来的字擦掉好了 好 那我们DIGI 稍微粗题一点 好 DIGI 对我来讲 是四个不同的价值 那创新只是其中的一个而已 那就是分别是digitization 就是数位化 就是我们应该要把 就是比较单调的一些事情 都变成在就是电脑 可以帮我们自动化做的一些事情 或者宽屏的人权等等 就是让大家都能够接取到数位世界 这是最基本的 那接下来呢 才是innovation 就是应该要 如果旧的方法 没有办法让我们觉得满意的话 因为数位化 你可以同时保留旧的方法 又是新的方法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新的方法就可以有一个舞台 有一个空间 让大家看看 新的方法到底好不好 但是呢 每一次一个新的东西出现 好不好 像这是无人车啊 新的东西出现的时候 它一定会撼动这个社会 而且会让社会觉得不安 所以我们马上紧接着呢 就是governance 就是治理 就是说这里面 像这个三轮车 大家觉得不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后来去问了一下 发现这个好像独眼巨人一样 一个发着红光的一只单眼 就让人心里发毛 那所以呢 后来呢 我们马上就把它改成两个眼睛 然后而且呢 它也可以看得懂 人的表情 而且呢 它的速度呢 不会比人奔跑快到哪里 那等等等等 有非常多的这个安全的机制 那在这些安全机制的前提底下 大家愿意给这些创新者一个机会 然后呢 现在全台湾有非常多的地方 无人车或者无人船 现在正在试驾 那在这个试驾过程里面 偶尔呢 就会去跑到安全岛啊 还是之类的 但是因为一开始都已经设定了 它的最高的这个风险的参数 所以大家愿意让这些继续实验下去 那这个就是一个governance 就是我们的社会的social norm 不是去有创新的人来 我们就一定要改变我们的social norm 相反的是我们的这些social norm 去制约着这些创新者 说你只能往对整个社会 是比较公共共善的这个角度去创新 那是就是governance 那当然最后这个是inclusion 那就是说如果本来他没有发言权的人 不管他是移工啊 或者是说他不到16岁啊 或不到18岁啊 现在还没有修法 不到20岁啊 等等的这些就是年轻的朋友们 或者是说就是长辈们 他平常没有截取这些数位的方法 或可能性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尽一切的力量 去让他们能够以他们舒服的方式 在他们习惯的地方 以他们的民族的文明的 这样子的一种互动的方法 那让我们实际制定政策 这些朋友们主要还是扮演一个 就是聆听跟就是facilitation 去引导就是大家把实际现在到底 就是被这些创新的科技 到底就是造成了什么 他们的问题啊等等 把它讲出来 那讲出来之后 我们就用逐字管考的方式 有问必答的方式去确保说 我们可以一圈一圈的 去把这些本来没有被 include进来的人 能够include到我们的数位的创新里面 所以对我来讲 能够持续去执行这种 就是从社会部门 有这样子一个norm 然后经济部门有一个新的想法 但是呢我们治理部门呢 去把这个经济部门的想法 想办法调整到 让社会部门能够满意的程度 那社会部门当然永远是不满意的啦 那所以接下来又会再有新的要求出现 这样子的一个循环 比起传统上的那种由上而下的 国进民退的那种就是政府设立一个 什么很大的目标 经济部门去实作它 那民间部门最后才知道 这样子的情况呢 当然我是觉得说 我们越这样子走的话 它的这个创新的能量就越强 那当然不是在每一个题目上面 我们现在都能够非常完整的这样子走 但是至少我觉得工部门的朋友 已经开始了解到说 如果我们越早去跟大家进行 这样子的共同创作跟讨论的话 那创新就越不会牺牲掉一部分人 所以我觉得目前是在一个正确的方向 那如果是正确的方向的话 就是它并没有什么距离可言 因为就是它是不断地来一个案子 处理一个案子等等 所以我觉得只要方向对了 这个距离我觉得不是太大的一个问题 那有九位朋友们问说 要怎么样善用数位社会创新 来发挥台湾Can't Help 那除了这个口罩地图之外 是不是还有一些别的例子 其实我们有非常多的例子 都在总统杯黑客松 大家可以就是有空的话 看一下总统杯黑客松的网站 那我们这个活动 大概就是每年去邀请 全台湾现在大概有200多个团队 那它对应到17个永续发展目标 然后呢它觉得可以用某种方式 来改变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那我们就尽可能地去 去让这些就是不同的部门 去介绍他们互相认识 所以好比方我们2018年刚办的时候 就有永不回头法福如虎天意 救急救难一站通 抢救水宝宝跟零时差的这些队伍 它不是零时差队 是零时差队 那零时差队做的事情就是 当时还不合法的 就是远距医疗 就是在地的护理师 当时应该是蓝宇吧 因为这个天气不是很好 直升机摔了嘛 那那个护理师训难 那所以大家就开始去想说 为什么什么都要后送 那因为不是很信任在地的护理师 那为什么不信任呢 因为在地的护理师轮替得很快 为什么轮替得很快呢 或者即使他愿意待很久 但是事实上重症因为都后送嘛 所以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去做处置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跟在地的朋友们 累积更多的信任 所以我们后来就就是帮助这个队伍 透过电子签上签和 多方及时的视讯会诊等等 去让应该是负责后送 那个阳明医学院的医师 跟即将要诊查这个病患的专科医师 让在地的护理师或者医师 在这两位医师的指导之下 去处置这个伤患给这个家属看 然后来赢得这个家属的信任 那这里面大概就是有违反了 一个法律跟七个法规 那但是没有关系 就是说反正我们就是 在这三个月里面就尽量的去试嘛 那真的发现说 真的在地的朋友这样子就比较能够 相信在地的这些护理师跟医师 那所以他们就得奖了 那或者是说像抢救水宝宝 他们是就是台湾自来水公司 在基隆这个小区 他们要平均要两个月的时间 从一个地方漏水到他们寻回的简陋员 听到他们漏水 那这些就是简陋员大部分的工作 大概都是在听一些没有漏水的水管 所以就会变成是说这些朋友 其实是很难就是recruit新人 因为就是一个年轻的新人 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听没有漏水的水管 并不是他只是最喜欢做的工作啦 说真的 那所以后来他们也 一部分也原因是因为这样 所以就是去那请年轻人 不是来当学徒 而是帮忙做一个机器学徒 那所以他们就可以让师傅一醒来的时候 他的手机就告诉他说 最近三个可能漏水的地方 准确的五百分之七十左右 所以他一天寻三个地方 至少有一个就是漏水 所以他的工作就可以在有创造力的部分啦 就是解决漏水的部分等等 那总之呢这五个队伍每一年我们就会颁奖给他嘛 那他的奖杯呢 大概就是台湾的一个形状 我不是很会画台湾的是 这个已经SDG6帮我画了一半嘛 没有关系 好所以这是一个台湾的形状 然后有一个中央山脉啊什么之类的 好anyway很漂亮的一个奖杯 然后底下有一个micro projector 就是一个小的一个投影机 那这个投影机呢 只要一打开 那他就会投影出总统杯嘛 就是会投影出蔡英文颁奖给你的这个画面 那所以这是一个自我描述的奖杯 就是这个如果有人不知道这个奖杯是干嘛 你就要打开这个奖杯 他就会说 那这个奖杯的作用就是说 总统答应这个队伍说 他们花三个月 不管做出来的是什么事情 不管他本来是没有预算 还是违法 还是怎么样 那我们就会在接下来12个月里面 想尽办法 让你解决了这个永续发展目标 变成的方式 变成我们的国家政策 那所以我们的远距医疗也因此修法了 那六个法规也调整了 那也用前瞻的预算去让不只是离岛 也包含偏向一百多个地方 都这样子就是多放视讯会整的这些能力 那这个也不是只有在基隆 现在在全台湾都deploy了 那么那因为我们用的是SDG嘛 就是我们每一个这个永续发展目标的特定的 这些指标都一个很漂亮的一个icon 所以每一年的这个前十名 我们就会做漂亮的短片啊 这个等等 去把它 而且后面都会打一个台湾CanHelp 因为我们本来只是说 Health for all Taiwan can help 好像只有SDG3 就是健康 台湾CanHelp啊 不是嘛 另外16个我们也都可以帮忙嘛 所以后来我们就把 就是Health for all Taiwan can help 简写成 台湾CanHelp 那所以就是任何 U1 Global Go 我们都可以帮忙 所以像刚才讲的那个漏水的 那我们后来就接到了 威灵顿的那个 他们的水公司 他们透过一个叫 Lining Lab GovTech 就是他们在地的一个加速器 去说 那他们本来没有缺水的问题 但现在因为气候变迁 他们开始有缺水的问题了 那全世界到底有谁 在做类似的题目呢 因为我们用SDG 他们就发现 原来台湾也在做 6.4的这样子一个题目 所以他们就联络上我们 联络上我们之后呢 这一组人就跑去纽西兰 然后跟他们的自来水公司 一起做出了 他们的那种AI机器人 那所以事实上 每一个总统本黑格松的题目 因为我们用SDG 做索引的关系 所以当我们在解决 自己问题的时候 我们同时也是告诉 全世界说 当你未来碰到 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找台湾怎么样解决 那事实上要想说 如果纽西兰水公司 愿意把他的水压 水流量等等这些 其实是蛮机敏的一些资料 都交给这些台水的 或者是当时加入的 还有HTC嘛 政大的一些同学嘛 还有资测会 还有我们院本部的一位 这个就是MIS的朋友 那愿意交给台湾这边算 其实这个也是 外交实力的一个展现 表示说他们的名声资料 我们不会乱来嘛 我们不会去 就是有不当的这个处理 而且我们最后做出来的东西 是交给他们去使用 有点类似像是 计转这样子的做法 而不是说 一定要他每年 一定要付一笔 什么专利费给我们 不行的话 要隔让港口什么的 我们是不会做这种事情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每一个这样子的双边合作 大概都是去告诉大家 台湾Can Help的这个状况 那所以我们其实每年都有 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还有很多别的问题 现在还有32个别的问题 所以就暂时先回答到 这个问题回答到这边 那我们来看下的问题 下面的问题 有八位朋友问问说 郑伟的英语口说相当流利 可不可以分享自身双语学习的经验跟想法 那另外请问 郑伟认为国家2030双语政策 如何能够更加有效地落实 我自己从小是双语环境没有错 因为我阿嬷主要跟我讲台语 其他人主要跟我讲现代汉语 所以应该是算是双语环境 那按照国家语言发展法 这两个都是固有族群语言 所以现在都是我们的国语 但英语就还不是 我们固有族群里面好像不包含英国人 那也许荷兰人可以算在里面 但是英国人没办法 所以就是说对我们来讲 就是2030的这个双语政策 它的意思在我看来 并不是只是现代汉语跟英语 而是说随便什么本土语言 包含现代汉语在内 然后跟英语 那就是说如果它在一个 好比像说一个主要是客家人的客装 或者是主要讲的是 可能从阿密斯或者布农 萨基拉雅等等 那我们现在本来因为国家语言发展法 所以在在地的那个公务员 以及他所提供的公务服务等等 本来就需要用在地的 那个主要族群语言来提供 那我想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政策 那而且因为这样我们的资讯系统 就必须要更新到 能够就是好比像说用英语的名字 它不能够强迫大家都取一个汉字的名字等等 那所以这些其实也对 接下来双语环境是很有用的 因为这些就是also Taiwanese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方法 你不需要在台湾当三四十年的 就是神父跟修女 当然他们非常得高望重值的敬重 但是我们除了这一批朋友之外 还有另外一批朋友 就是他们有我们所需要的这些专业能力 那这样他们也可以 不用放弃他们本来的国籍嘛 就可以变成就是also Taiwanese 又取得民国的国籍 所以在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就会多出一群 它的native language 根本就不是mannering 事实上也不是任何固有族群语言 而且它还是理论上是公民啊 它也有投票权啊等等 那我们还是需要提供服务给他们 那因为我们大概很难一次提供 就是所有这些also Taiwanese 的语言 所以我们至少要提供英语嘛 因为他们大概至少都会英语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觉得这是一个 对我来讲是一个transculturalism 就是一个跨文化的一个桥梁 让我们看我们自己本来所提供的这些公共服务的时候 是可以用一个真正世界的角度去看 而不是变成说好像只是又多一种语言 而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些 它本来就是以不是任何固有族群的语言为目 我觉得如果能够 那所以就是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 就是大家都知道学语言是需要使用的嘛 所以我学英语是除了我长大的就是双语 然后到十一岁去德国 那那个时候因为是在德法边境 在那个Zachlan 那所以其实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是用德语去学法语 那所以我就同时学了一点点德语 跟一点点法语 那但是因为我都只得 就是只待了一年 所以事实上现在是忘光了 那但是就是现在就是德国各个住处 对朋友的时候还是要我念一点至词稿什么的 但是因为德语是看字念音 所以他们只要把告子给我 我虽然完全不知道我爱念什么 但是都可以就是录一些字字稿出去 现在还保有这个功能 那就是除了就是一开始的这四个语言之外 我英语是到十五岁才开始学 那当时学的时候也不是为了要就是求学 而是当时迷上了一个纸牌游戏 叫做魔法风云会 Magic The Gathering现在还有 那Magic The Gathering呢 它就是当然后来有很多别的计划是纸牌游戏 但是当时呢 它连中文翻译都没有翻完 就是如果要玩的话 你就非得学英语不可 那但是对我来讲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因为那些纸牌里面的那些牌的名称 它为了要就是一个意思 和比方说Counter Spell 去取消对方的施展的法术 那它要用各种各样子不同的等级 去达到同一个效果 那所以呢它同一个字 就会有很多不同的拼法 所以我一开始的英语词汇都是很困难的词汇 什么annulation啊 什么dissipate啊 abeyance啊 什么之类啊 就是传统上好像应该是GRE等级才会有的一些单字 但是对我是我的native vocabulary 因为我不会这些 我就没有办法组出一个这个牌啊 那所以就是对我来讲 其实有一个好玩的东西 大家能够互相就是加入 然后去分享 那在那样子一个情境里面 就是你有事没事 就会觉得一个新的字 当你学到的时候 好像就让你能够接触到 一群新的人的这样一个感觉 那这样子的感觉 我觉得是才是最有效的 所以我是不是很赞成那种 就是好像是以什么公务人员 考到什么证照啊 什么作为双语国家的推动方式 以我理解现在国法会也不是这样在推嘛 而是说它要营造一个尽可能 就是让大家用英语的时候 都能够去接触到很多 他就是用英语的人的那样子的一个环境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把这个环境营造出来 大概就可以更有效的落实 这个可能也急不得 就是说我们如果现在就放松一些法庚命令 让我们现在幼稚园 或小学一二年级的很多小孩 都可以开始用英文想事情的话 就是现在就是clear了嘛 就是你教他一个科目的时候 就已经顺便再用英文教他 有点像我在德国的时候 学法文是用德文学 而我事实上根本不太会德文的这个情况 那这个情况只要大家比较习惯 那能够接受这种牙牙学语 不是考一百分 那这当然要先废除那种人跟人之间 互相排名等等 这种文化 这是一大套的 但是这些如果都能够配套做好的话 那这现在八岁的小孩嘛 过十年之后 那他们就十八岁就成年了嘛 那时候应该终于成年 是下九到十八岁了 希望可以快一点 那在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就会有一整批 就是成年人 他是用英语思考 那这个时候 我觉得双鱼国家的这个政策 就是交给他们来落实 那我们只是要营造出 要有这样子的可能性的这样子一个环境而已 所以这个是确实是急不得 那所以这边同样的就是当然啊 就是说当我们的资讯系统 我们的就是耗制啊等等这些系统 都采取一个 我们叫做开放式API open API的这样子的方式来处理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不会受到我们的想法的一个限制 就是说我们就不会觉得说 我们要定义出就是要达到二零三一 与这个双语国家 那我们就好像只是为了他来开放一套专门 对于英语的系统 那我们就可以透过 unlock的这样的方式 就是说那我们在 好像你的网页上面有一个 就是自动翻译机的话 那其实任何语言都可以去进行翻译 又或者说如果你的网页是用开放资料 开放的API提供出来的话 那那些看不懂这个网页的语言的人 就可以自己把它翻成各种各样不同的语言 我们经手的一些网页 现在大概都是这样子做的 像那个3000.GOV.TW 就是其实要看到哪些网页 是我帮忙弄的都很容易 因为它的网页的命名方式 都跟以往很不一样 以往都是你要先找一个中央或地方机关 然后你的那个网页是挂在那个上面 那后来我就受到这个外交部的启发 因为外交部有一个 有一个万用的一个网页 叫做台湾.GOV.TW 那事实上它并没有特别讲的是哪个部会 或者中央机关等等 所以后来我就学会说 那我们每一次就是好比上说 要做一个台湾的AI计划了 它确实是跨部会的嘛 我们就跟外交部博传司 申请AI.Taiwan.GOV.TW 这样子的话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大家如果Google AI台湾的话 它一定排在第一个 我现在都没有看 我就它一定是第一个 因为它的网语就是叫AI.Taiwan 你不太可能赢过这个网语 然后那所以它第一个之后 它一进去就可以分门别类的看到 各种不同部会 以及各种不同地方政府 最新的他们发展AI的一些策略是什么 同样的我们刚刚讲到的社会创新有SI.Taiwan 我们讲到的民生公共物联网有CI.Taiwan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生医产业有BioTaiwan 那BioTaiwan这个呢 因为后来发现生物跟医材 生物跟医疗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那所以后来那个医材那边的朋友就说你叫BioTaiwan 似乎又把我们这个就是你知道主权对等尊严什么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MAD 这个没有放在网语里面 他们是就是觉得有点MAD 那所以我就后来我们又就聊了一下之后 现在你如果去BioMed的点台湾 IP已经收到改善了 那我们回去马上进资讯处把他改回来 但是就是后来我们又申请一个BioMed点台湾 那理论上我们回去重新设定之后 BioMed就会重新导向回BioTaiwan 因为反正网语不用钱嘛 所以数位就是好几位的意思 那后来呢我们就又扩展了这样的想法 所以到三倍券的时候 我们发现3000点台湾点GOV点TW太长了 不好记很多人会打错 那所以呢后来我们就把那个台湾又拿掉 所以现在就变成3000点GOV点TW 那在里面呢这个就很好记嘛 几乎不可能打错 而且它上面就说 这个开放资料按照开放资料授权公众释出 那所以这个就可以随便的去利用 也就是说可以翻译可以开放Ertron 所以任何时候有人来说 那为什么没有英文版 我们就说好啊那你来翻译一个英文版 那果然就有人翻成了英文版 所以你只要按英文版 你就会看到这个振兴三倍券被翻成 Triple Stimulus Vouchers TSV 你只要包含一个很奇怪的长辈图 对那 然后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网站上面 所有的这些静态的这些东西 所以你只要就是 包含一个很奇怪的长辈图 对那 然后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网站上面 그래서我们就会看见 也就是他能看到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 那我们就让他们知道 这个网站 我们也会看到这个网站 然后他呢 然后他说 他这个网站 在这个网站呢 因为对这种网站 然后呢去进行就是二次的创作跟改作 有八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凤伟是怎么样看台湾的网红经济 YouTuber经济以及网红网美的生态 网络时代的态率快 这样子的生态以及经济形态是不是可以永续 以及对台湾呢 到底有没有什么帮助 我想这要分成两件事情讲了 就是说网络时代的态患率快的意思就是说 你是一个创新者的话 你不用去问过目前市占率高的人 到底允不允许你做这样的创新 你做就对了 那这个是所谓permissionless innovation 就是不需要先问过谁就可以创新 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governance的那一块 不管是邀请你去在一个sandbox里面实验 或者是说去做社会影响评估 或做什么 那个都是事后的这些governance 事后治理 并不是事前审查 因为如果事前审查的话 那大家有新的想法都不用做了 那所以就是说重点倒不是说 它的态患率快 而是说每一代在态患上来的时候 它是不是有可能还是给得出交代 就是说它所服应的那个价值 还是我们社会觉得比较好的那些价值 那我们社会觉得比较好的是什么呢 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了 但是有一些共通的嘛 就是说民主要继续深化 或者是说要持续跟全世界交朋友 或者是说要就是比较含荣的永续 Inclusive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这些大概是大概就是你街上随便问谁 谁都不会反对的一些东西 所以就是只要每一代的这个创新 还能够对这些核心价值给得出交代 那我觉得这些价值就是永续的 而特定的创新的方法 它当然淘汰的很快 一下子就会轴转 它就会pivot 那所以我觉得对台湾真正有帮助的 其实是我们鼓励大家 每一个人他只要看不顺眼 什么东西 觉得说现在这个东西 网红网美太怎么怎么样了 我们就要鼓励他说 那不然你行你来啊 你做一个更好的 而且你的失败的这个成本 大家帮你分担 尤其如果他还是学生 其实不是学生 现在中生教育很多嘛 你立刻又可以回复学生身份的话 那这个就整个教育体系 帮你吸收掉 不管是你要做大学社会责任 做Ustar创业 做什么什么之类的 中间那个失败的成本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用新的创新 去试着去补上 你觉得目前的这个生态 不好的这个地方 那对台湾最大的一个注意就是 我们就会在全世界有一个 就是联想 只要看到台湾 就想到珍珠奶茶 就想到开放式创新 对 那其实珍珠奶茶是开放式创新 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去非洲去那个 伊索比亚的时候 他们那时候有一个加速器 在那边讨论 怎么样让非洲的食物 被全世界能够看到 然后他们的那个投影机 这应该不是谁好的 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我要去 所以我一去的时候 那个投影机上面 就只有日本的寿司 跟台湾的珍珠奶茶 然后他们就说 怎么样让我们的Ruibus 能够被这个全世界所看到等等 那然后那个这个 演讲者就在那边感叹说 没有人知道Ruibus 这么好的东西是非洲的 那所以我一上去就说 没有其实台湾人都知道 因为我们翻成南非国宝茶 所以大家都知道是南非的 但可能只有台湾知道 对 那但是呢 就是我跟他们分享 就是说 其实珍珠奶茶 并没有说一定要用台湾的茶 你用Ruibus 也是珍珠奶茶 你就算不是加牛奶 你是加羊奶 或者是你是加豆奶 也是珍珠奶茶 虽然珍珠也不一定要是黑的 或是白的 都可以啊 那所以其实它的概念 本身这个open process open mindset 才是这个创新本身 而不是里面任何特定的product 不是任何特定的产品 那所以想到开放创新 就成了台湾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branding 就是说当你觉得 好像在你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的创新 就是过度往资本主义集中啊 过度往国家主义集中啊 过度往什么集中啊 你只要看台湾 就可以看到有一群人 在用社会部门 社会创新的方式 在试各种各样子 能够解决这样子的不足的地方 而且呢 他们就是没事 还会得到总统颁奖 然后答应他们说 他们最近找做了一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一个叫做凤茶的一个idea 我看到三分之二的人在点头 表示我们民营行销 还是有一点用 那对 因为环保署他们最近就 就是弄了这样子一个民营行销嘛 就是说这个是糖凤 然后这个是糖凤茶 然后这个是糖凤茶 对 然后那 那凤茶倒也是干嘛 它就是一个饮水共享的一个地图 就是你只要打开这个app 你就可以看到 有很多免费茶水提供的地方 那就是环保署会免天这个的 就是包含它的经纬度啊 水质监测啊什么东西 那就是环保署本来有的资料 但是呢 他们只是在上面加一个游戏化的东西 就是你每天如果不是去买新的宝特瓶 而是愿意拿你自己的水壶去装水 那你就可以获得一枚金币 而且你的手机上面就跟玩Pokemon GO一样 旁边有很多玩家 然后呢 你如果找到什么凤茶店家 每天解锁任务啊什么之类 可以获得50枚金币啊等等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它就是去改变大家的习惯 因为其实会买宝特瓶的跟平常出门会带水壶的 大概都已经根深蒂固了 你要你要说服一边去就是做另外一边的行为 不用想 但是就是如果对他们来讲 这个不是就是改变用水壶 它的水壶其实只是它破关的一个道具 那大家就是很愿意去玩类似大地游戏吧 它们的这个特色红茶啊什么之类 有什么免费兑换的一种商品 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social design嘛 一个社会设计 那像这样子一个新东西 它还不到一年的这个历史 那只要是它有梗 那我们现在就靠网红嘛 就是在下啦 那或者是YouTuber啊 那或者等等的这些朋友们 去把它辐射出去 辐射出去之后 说不定成 说不定不成 但是至少对环保署来讲 这个是完全零风险的 就是他们如果找一个厂商 做这样的东西 如果最后没有人用 那立法委员想必又要 就是对他们有一些指教 但现在完全是民间的东西嘛 所以如果不成 环保署可以说 我们只是跟黑客中的团队合作而已 那但是如果它成的话 那环保署的这个减缩 马上就推进一大步 而且对全世界都有帮助 所以像这种开放式创建 不是从上而下 而是grassroots 草根式的这种创建 我觉得是很适合 当作台湾一个branding 就是一个台湾对国际上的一个形象 有朋友们问说 有没有安排跟捷克的外使团的会议啊 有的话预警会谈论什么议题呢 我是有接到说 好像要一起吃个午餐什么的 但是还没有接到那个agenda 所以我现在也还没有议题 可以给大家 那不过我有看到 就是他们有带 就是先是一个国旗的口罩 后来变两个国旗的口罩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 是一个非常有梗的事情 因为其实我从 就是之前那个 Zdenek Kripp市长 来台湾的时候 其实他就有来 我们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而且他们的一级局处首长 就是那些年轻的海盗们 都非常的年轻 所以就是同心十足 所以就直接把我们的 那个社创中心的那些格子 当做攀爬架 然后就直接爬上去拍照 事实上在那之前 我都不知道那是可以爬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对 还好承重没有问题 不然就国际事件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反正他们是一群 很好玩的人 然后那回去之后 我们在推特上也有交流 他说什么 他最喜欢穿三甲 不喜欢猫熊什么之类的 那反正总之就是 有很多梗 他是一个非常有梗的人 对 那所以我想我们还是会 继续交换一些梗吧 那然后除此之外 好像杰克使团也有 就是一些媒体来嘛 好像也有安排一个 跟我的联访 但是我也还没有收到 他们的agenda 所以大概也会像 今天slido这样 就是他们想到 要问什么 我就聊什么 大概这样 有八位同仁们想要知道说 参加国组啊 目前还是有相当困难 理想跟现实 还是有很大的很差距 就真的很大 所以要两个很 很大的很差距 这位可不可以 就目前参与 以及推动的现况来分享 其实国组 我们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传统上 我们是有一个dilemma 就是说如果是实体的会议 那我们说不定在门口 就不太容易参加 我们如果是线上的会议的话 来的高阶的人 真的不太多 那大部分都是 对视讯比较comfortable的 比较年轻一点的朋友 那但是现在就不是这样嘛 我们在WHA之前几天 办的那个十四国的 WHA会前会 那不然就是以前都是在WHA的周边 对不对 会安排很多双边嘛 那但是现在就是说 双边事实上就是彼此视讯 立刻就是双边了 所以所谓的多边呢 也没有场地问题 只有平宽 宽不宽的问题 那当然台湾的平宽 是没有问题 因为宽品是人权嘛 所以我们就在台湾这边 我们就真的看到十四国 而且都是相当高阶的朋友 那包含就是 就是Asara Secretary Asara 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一种 很难得的一种亲切感 因为这些高阶官员 他就是家里的小孩 画的涂鸦 什么他的狗走过去 还是什么之类 因为很多人都在家里 所以因为时间就是不可能 就是大家上班时间 对那所以就是说 第一个有很强烈的亲切感 而且第二个就是说 看得出来就是说 这些资深的高阶官员 现在发现说 视讯不是他年轻的时候 就是常常抽格 这个见面三分情 视讯可能倒扣一分情 的那样子的状况 而是说 现在他用手机 用浏览器 稍微连上 也不用特别设定 就很顺 那所以这个时候 他也清掉他脑里的那个快取 所以比较愿意花一些时间 而且何况现在 面对面要戴口罩 也看不太清楚 视讯反而看得更清楚 所以可以看得出 很多资深的官员 在今年就是被数位转型了 所以之后就是 不管是约双边 约多边什么 都比以前来得容易 那我们以前 很多国族的一些protocol 就是实体的时候 还是要分什么会员在这边 这边是观察员 这边是NGO 什么之类的 反正我们现在在视讯的时候 每个人都是一个小的长方形 根本已经分不出差别 而且你的那个title 还可以自己打 那所以你要把国旗的emoji打上去 人家也只能让你打上去 等等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数位的时候 因为它是一个grade equalizer 就是每个人在上面 地位都是平等的 所以我们在以前 就是在实体的时候 需要negotiate很久的 其实在数位上面 它是default 你不用特别去negotiate 而且如果人家打压的话 任何人都看得到 人家打压 因为就是在数位世界 就是default 就是每个人只要能够加入 他的发言权都是一样的 所以第一个我觉得 现在这种纯数位的方式 真的是对我们非常有利 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现在也看到说 就是multilateral 跟multistateholder 已经慢慢有一种 好像快要并在一起的 这种趋势 就是因为SDG的关系 所以UN它不管讨论什么 都要把major group 把SDSN 就是这些社会部门 跟学者等等 也平起平坐 跟国家代表是一样的 所以我刚刚讲的 我同时兼职的 那三个国族的理事 就很好用 因为我可以随时 就切换到那一顶帽子 然后用那一顶帽子的身份 去发言 其实讲的完全一样 那它对我的title 只要把那个minister大写 换成minister小写 就是我变成一个传教士 那minister小写 是传道人的意思 对 所以我可以说 我是digital minister 关于数位的传道人 那然后这个一瞬间 我就可以跑到 multistateholder那一边 那但是因为又是线上 所以其实你在哪边 根本没有办法用习次 去进行区别 所以食物上面 真的是变得蛮容易的 所以我是蛮推荐大家运用 就是我们好不容易 跟全序部争取来的 这个任何公务人员 只要长官同意 就可以兼任国外的 非营利组织的理事 的这一个做法 那我觉得是让大家 在外交空间上面 接下来会变大的 很蛮多的了 有七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这位怎么看 美中的科技角力战 以及对我国的 社会创新组织 有什么相关的建议 那这两个都是可以开个 大概一天后三天的 seminar 所以我是不知道 要怎么几分钟 回答这件事情 不过我想这里 还是可以先讲一下 就是我们从2014年 就是占领运动的时候 当时其实就对这个题目 有很充足的讨论 那不是只是在占领的 就是节省50万人 线上更多人的周边 同时也是在 因为后来我有在 公务人员发展中心 有train就是12指等的 所有的300位朋友 但是后来才发现说 不包含外交部跟乔委会 因为你们是另外一个 training系统 但是无论如何 就是那个training系统的 所有的这些朋友们 其实很多人当时也有参加 就是在立元周边的讨论 那他们也都很同意 to my surprise 因为当时我们从 战利者的角度 是不知道这件事情 也很同意说 其实并没有真正的 所谓的私部门 这件事情在PRC那里 所以在PRC那边 所谓的私部人们 不管是他要进入 通讯 出版 传播 等等的这些行业 事实上他只是 现在暂时是私部门 那就是明天 稍微不进民退一下 那他们马上就变成 就是党了 那他们的党跟公部门 又是不分的嘛 那所以到最后就是 你就是每一次升级 每一次去做任何讨论 等等的时候 都要有一种 就是这个合约的 对方是不连续的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会被抽换 就变成党代表或党委 等等的这个情况 所以当时我觉得 停下来的不只是说 在4G建设的时候 就是PRC的 不能够进入4G的建设 也包含说所有这一类 就是Critical Infrastructure 就是如果当掉的话 我们会很惨的 这些事情 这些科技 我们都不能够 好像就是搭一个建筑物 但是它的地基 是在一个人家 可以随时抽换的那个地方 当时有一个 很强烈的这种感觉是这样 因为这跟货帽 性质不一样嘛 这个服务是不能中断的东西 货品呢你停了 我们再去找另外的source 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当时的一个consensus 那后来我才知道说 当时的NCC啊 当时的这些 相关的这些朋友嘛 其实也在做一样的评估 那也达到了 跟街上的朋友 一样的这个结论 所以我想我们现在 跟全世界 大概也是类似的一个想法吧 就是说我们很高兴说 经过了漫长的六年之后 美国终于加入了 我们的这个CleanPass的倡议 虽然我们当时不叫CleanPass 但是就是我们 无论如何 已经先做了六年嘛 那其他的国家 也都在做 Systemic Risk Assessment 就是系统性的 评估的分析 那我常常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如果能够像我们当时那样 不是说要他们去占领立法院 而是说 像我们当时那样 把它变成整个社会 都可以广泛讨论的一个题目 而不是说 好像只有几个技术的专家 在那边挂保证 这个或挂保证那个的话 那我觉得它的那个认受性 就是正当性会特别的强 而且大家就比较不会把它看成是 单方面的 好像是就是一个技术 或另外一个技术 而是可以在规划 任何大型系统的时候 都去看到说 如果你就是对 就是中国共产党 或者解放军 有这一类的这个期待的话 那他们像2018年 在这些大企业 都安装了这些 就是党支部之后 那这些期待 想必都是要裸空的 那所以我想这才是 就是后面的这个提醒吧 那对于我们的这个 社会创新的组织 有没有相关的建议 我现在对社创组织 大概都是建议 他们先去社创登录了 我们刚刚有讲 si.taiwan.gov.tw 这个我觉得在跟 就是国际朋友介绍的时候 真的是蛮好用的 因为我们现在 就是在解决的各种问题 不管是远距预料啊 循环减缩缩啊 就那些SDG 其实现在都是 全世界共同面临的一些议题嘛 那我们对于大家 关心的这些SDG 不管是它有没有写在 就是像新北台北桃园 有他们的VOR嘛 就是资源检视报告 那这边也可以 一站式地看到 那或者是说 就是每个地方 它有哪些在地组织 现在这500多个 以SDG为使命的组织 我们也邀请他们 来上面登记 而且只要按上面的 这个EN 它立刻就变成 一个英文网站 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国际化 非常的2030双运环境 什么东西的 那所以 其实我们还来不及 全部翻译完了 所以 就是有一些 还是中文的 但是至少就是说 从这个 这个entry point 从最一开始 上面一看 感觉这就是一个 非常国际化的 一个网站 而且 上面就是充满了 台湾的 就是各种人情味 包含 这个 我们做总统的黑客松 是为了降低 这个第一线的 比如说公务人员 或者是交通警察 或者是 刚刚看到是 休息会馆的朋友 或者是医疗人员 等等 减低他们的负担 那所以这些其实都是 还就是真的 蛮有说服力的 我们这边会 不断有各种各样 暖实力的这些例子 暖实力这三个字 也是会叫不同人 跟我讲的 那所以 就是说 我们这边会有 非常非常多 好像橱窗一样的 一直去把台湾这边 致力于改进SDG的 这些东西 用国际看得懂的语言 然后去跟国际分享 那所以我是觉得 这边是一个 蛮好的一个hub 那我们也会一直就是 鼓励社会创新组织 要组织起来 那组织起来第一步 就是先去找出 在SDG这169项里面 到底有哪些 跟你正在做的事情 是扣合的 那只要一组织起来 那我们就会帮你找到 就是国际上面 其他可以就是 齐心协力的一些朋友 有七位朋友们问说 这个我凤伟 最常上的前五个网站 我还真的不知道 那不过我想第一个 应该就是slido 这个绝对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每天都好几个演讲 只要有演讲就开slido 所以绝对是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另外一个也是很常开的网站 就是我们ey.ptis.nat.glv.tw 这个是叫做Sandstorm 就是杀剧云 那这个地方是 就是我们自己建的一个资安产品 这个资安产品就是 任何公务员都可以在这边 自助式地获得一个账号 获得账号的时候 就跟Google App一样 你就可以在里面去挑 你不会比较有适合 这种项目的 适合 就是人家的工作 人家的工作 物贵 其中一部分而已 好比说也有同仁 自己开发出了 就是团购的系统 可以就是在旁边 我们行政院附近 80块钱可以买到的便当 那他们都把它数位化 就是digitization 那数位化完之后呢 他们就会去记住 就是大家最喜欢吃的 或习惯吃的是什么东西 那所以就会在这里面 这个好像是喝的 好吧 随便啦 反正也不到80块嘛 对 那所以他就会 这个记得 我通常都会喝青森凤梨冰茶 可能因为就是 我名字有在里面的关系 对 然后他会自动代入我的名字 而且他一定没有什么 自然的顾虑 因为这整套系统 它是在一个sandbox里面 那我们有请就是DevCon 就是那个去年得到 就是全世界DevCon CTF 世界第二名仅次于美国队 的那个队伍 以及我们技服中心 两个队伍都来打这套系统 打了整整六个月 找出了相当多问题 那我们全部修复之后 他们就觉得说 这个是非常安全的一个系统 所以在这里面 不管自己开发什么东西 大概都不会 就是有泄密的这个问题 那所以呢 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到说 我就算现在一面在演讲 我一面还是可以知道说 我们的PDs的同仁 到底有谁在线上 目前谁不在线上 然后他们现在正在 做哪些事情 好比像说 目前就有人正在做 圆明会的开放政府课程 那我就可以知道说 目前现在有五个人 正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接下来 他们的时间地点 需求下一栋是什么等等 所以我们基本上 就是每个礼拜 开这样子一套系统 然后就是每个礼拜一的时候 一起吃顿饭 然后就大家每个人 就是来讲一下说 他在Doing这一栏里面 所做的事情 目前做的怎么样 那还需要大家的什么帮助 可以把谁抓进来等等 那这些部分呢 就是一旦做完之后 就会往右拖 就跑到Done的这一套系统里面 所以这个是我 就是最常造访的网页之二 就是EY.PDES 那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PDES相关的系统 好比像说有AU.PDES 那个就是大家能够 来Book我的时间 然后可以跟我聊 40分钟的这样子 一个自助式的一个网站 然后叫做Booking.au 然后还有Rocky Chat 就是我们的就是 可以加密的这个聊天的一个方案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目前好像已经排到 OK 排到11月4号而已了 还好 对 OK 对那所以这边就是 我刚刚讲的就是 我在摄像中心 任何人都可以来找我 那所以如果你需要 完整的40分钟 那也愿意就是用主资 或者是录影 把它记录下来的话 那就可以在AU.PDES 这边就是跟我们去Book 那这也是我很常使用的一个网站 那另外一个就是 Talk.PDES 就是我们的PDES的公开的讨论区 那这个公开讨论区里面 就是不只是 大家都可以来这边问问题 那我们的就是很多 外交活动 好比像说像我们就是写了一篇 国内的一个文章 像我在商业周看有专栏嘛 我们会就是这边这个凤茶 就是刚刚那个凤茶 那我们就会在刚刚的那个 讨论区里面找 这个翻译的朋友啊等等 然后一起把它变成 就是比较端得出去的 这些英文嘛 说什么 Tea Serving App Provides Novel Environmental Solution How to Get Rid of Bottle Buying Habit Huang Recalls the Tradition of Serving Tea 感觉就很厉害哦 那所以什么这边是什么 我们就可以了解 父子区里也不见得无解哦 你可以去叫一辆Uber来解 什么之类 这是我写的一本这个序啊 就是讲这个数位政府服务等等 所以在这个公开讨论区 我们就会看到就是一天到晚 就会有人邀请我出席什么东西 或者是我在那里主持了什么会议啊 或什么之类的 那这些都会直接track在上面 那这边有打一个小锁头的 就是我们有答应要刊载这个的媒体 现在还不能够公开 那所以这个是应该是在Time吧 就是接下来会有一个专栏 那就叫做爱在文艺蔓延时 不过内容因为目前还不能公开 我就不点进去了 那除了这个小锁头之外 那很多人都会在上面 就是集思广义去提出说 我们怎么样把我们在台湾做的事情 能够让全世界更多的朋友看到 所以这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样子应该有五个了吧 那如果要一定要第五个的话 那就是PO.pds PO.pds 我们也很常推荐给国际的朋友们来看 因为他讲的就是 我们怎么做透明参与 当责含荣等等的这些事情 以及很多国际的朋友会比较感兴趣 就是说那我们具体到底是怎么做的 我们的process是什么 我们有哪些regulation 我们是怎么样确保说 就是每一个人只要联署 然后说这个我们用太多塑胶吸管了 或报学软件很难用 或什么之类 我们到底是怎么样子去跟他们说 你行你来 然后确保说大家的会议不会白开 到最后能够收敛到一个 就是大家都能够使用的一些公共服务等等 所以PO.pds也是一个 我很常就是跟大家分享的网站 欢迎大家参考 好那这样子应该又回答到这个问题吧 有六位朋友们问说 面临高龄化人口负成长的时代 如何运用数位创新 让国民在健康领域上面 认识非主流医学的顺势疗法 拥有健康的自主选择权 而非只是生命尾身的时候的 病人自主全法 确实我在巴黎的时候 那时候感冒都是吃顺势疗法的胶囊 所以这个就是 这是什么螺旋什么东西的 我其实已经忘记它稀释到百分之多少了 但是那个甜甜的 很多人都很喜欢吃 所以我是觉得蛮不错的 就是说吃了之后心情会变好 心情变好的话 感冒也没有那么不好受 那不过当然现在就是最近今年都没有感冒 可能因为大家都戴口罩的关系 所以也不太需要再去想那个顺势疗法 只是感冒的事情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任何的alternative medicine 其实都是一个社会创新嘛 就像刚刚的那个凤茶 其实大部分也不是茶 是饮水剂嘛 就是说你可以去把 你可以去把一个就是大家熟悉的概念 而且已经接受的概念 跟你想要推广这个大家还不熟悉的概念 先把它结合在一起 然后变成一种就是新的梗或者新的运动 那我是觉得在台湾本来这些 只要你不要宣称说 它相当于什么什么医疗的药材成分 食药署就不会来找你麻烦 那只要食药署不会来找你麻烦 什么别的都好谈 那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总统呗黑客松里面 也有一个队伍 他就是国舰署 那国舰署就是要大家尽量不要去用健保资源的一个 卫福部的单位嘛 就是他希望大家保持健康 保持健康就不会去 到最后就是需要比较后面的这些治疗 那所以后来他们的那个提案 就是我看一下 我们这边应该有所有的简报 所以你只要按这边卓越团队获奖名单 底下有一个复审会议简报 你就可以直接去开所有的这些题目 所以除了凤茶是behavior change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拿水壶装水之外 那在这边有一个叫做什么健康气象一起来 那所以他做的事情就是去确保说 所有正在用一些健康的app的一些朋友 比如说治抗糖啊或者是说 甚至是你是外送员 那这样你的手机上也一定有一个app嘛等等 所以呢他就会尽可能地想办法 去跟做这些app的人合作 所以不是说要大家来你的网站 而是说任何app他只要会推送这种即时的讯息 而且他大概知道你在哪里 以及你的这个就是健康状况如何 那他就会马上提醒你说 现在已经接近40度了 是不是要多喝一点水 什么预防中暑啊什么之类之类 所以他们就是就是后来找到很多partner 他们到决选的时候已经好像会超过1400万人次啊等等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他是主动式的递送 变成是类似好像地震警报那样子的东西 不是就是他自己去递送 而是每个partner的可能Facebook啊Google啊 各大电信公司啊等等 去递送这样子的一些做法 那这些做法里面就是那每一个街道的人都可以去说 好那你现在很可能中暑气温太高了 那你要做什么 那这个时候就不一定是去吃药 因为这个离吃药还很远 那那你要做什么 撑个阳伞或者是擦防晒多喝水 还有很多别的啊 那这个时候就是你可以顺势的 就来推广顺势疗法 那所以我是觉得说是可以搭载这种 就是大家有一个新的情况 比方天气变得非常热 那你在这个新的情况里面 去推动一些就是新的东西 他说不定有些人喜欢 说不定有些人不喜欢 但是这个才是真正的健康的自主选择权了 所以我具体的建议就是去搭载一些 大家开始关心的一些梗上面 那有五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5G会有怎么样子的不同 那其实我自己已经用5G用一阵子了 我现在连到的网络是PT's Mobile 那所以那是我自备的一个5G的就是小的基地台 所以我大概用5G用了这么 我先去韩国的时候有用过一下下 在那边买了那个LG的那个SyncQ 然后回来发现说就是我的电信商不支援那一个 所以后来又只好再买一个5G的手机 那但是不管在韩国还是在那大概一个礼拜 这三四天 还有我回来现在大概已经一个多月了 两个月用5G的感觉 大概第一个蛮大的差别就是它的那个低延迟吧 因为我们常常用很多直接点对点的视讯嘛 也就是说它中间不需要经过什么Data Center 因为我们自己有架一个网站 因为我是政委自带厂商 所以就是每次觉得有什么东西 就是行政院给的不好用 我就自己嫁一个 那所以当时就是因为我们跟Z开头的那个 就是视讯叫做Zoom 有一些就是不愉快嘛 那所以因为他们就是有一次不小心设定错误 所以就是到我们这边的就是加密的那个密钥的流向 到最后就莫名其妙跑到香港还是上海去了 那所以后来我们就一直在跟他们进行一些谈判 就是说他们都说是不小心设定错误 但是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很小心设定错误 所以后来要怎么样确保说 他就算很小心也不能设定错误 这个还在一个谈判的过程里面 对 但是总之我目前是不会下载安装他们的软件到我的电脑上 所以后来我就自己加了一个一样的叫MePedis 那MePedis它后面用的就是开放的技术叫GT 那这个技术我也有请就是技术服务中心去 就是试着攻击过 那他们是说是很安全是可以使用的 所以后来我就使用 那所以不管是用GT的本账 还是用我自己加的这个MePedis 都很明显就是说如果是用5G去连的话 从对方点个头到我看到他点头 从我稍微微笑一下到他看我微笑一下 这个中间感觉上没有什么时间差 而我如果是4G的话 那这个时间差感觉就比起光线的连结 或光线加WiFi连结来讲很明显会稍微慢一点点 那这个慢一点点其实就是见面三分琴跟视频两分琴主要的那个差别嘛 因为如果你不是一种完全在同一个现场的感觉的话 那其实大家就会有一种我不是在跟人讲话 我是在跟一片玻璃讲话 就会出戏啦 会离开那个就是immerse的那个感觉 就融入的感觉 所以5G我觉得它低延迟 主要就是让那个融入的感觉能够持续确保 我觉得这个倒是很确定的 那接下来就是我也会跟一些艺术家 在那个他们叫做XRSpace里面 就是因为GC毕竟还是二维的嘛 所以我们现在就会 透过一个新的5G的VR设备 这个VR设备里面它内建5G的天线 所以你也不需要再把它连一个无线分享器 那你只要戴上这家XRSpace 那你就可以稍微扫描一下这个地方 那它就会把这边3D建模 然后传到他们XRSpace里面 那所以像现在这边有一些空的椅子嘛 那我如果戴上的话 可能就可以阴阳眼啊 就是空的椅子又冒出别人这样子 那然后我也可以把它自己扫描 然后放进去 那所以这个的好处就是 我觉得最主要的好处其实是 它不需要控制器 在就是我以前很习惯用的 Oculus Rift跟Vive HTC Vive 它都需要控制器 所以基本上就是如果对面是一些 比较资深的就是官员的话 你要教会它用控制器 这个两个小时就已经过去了 那但是因为这个XRSpace 完全是用手势 所以你也不需要学什么 你进去之后就是用手势 就可以操作全部的这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是蛮有指望的 那所以在那个上面 其实就不是只是二维的 好像就是及时有反映到的感觉 而是可以把我所在的这个地方 也马上类似3D扫描之后 那个数位分身传到别的地方去 那别的地方它只要一带上之后 我们又回到同样的一个地方 不管是什么局员百货 还是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可以在那边做一些 限定的一些讨论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未来在 就是矿进的通讯上面 是非常好用的 那以前如果你是一定要绑着一个光线 一定要绑着什么 那当然VR可以做得非常好 可是还是一栋房子的房间 跟另外一栋房子的房间 中间的对话 那现在因为5G嘛 就是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了 那不管是山上啊 海边啊 无人机啊 还是什么 那每个人都可以去体验 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环境 包含外星的环境 所以我们是下一个问题 有五位这个想必是 雷尔运动的朋友们 想要问说这个对于 外星外交的看法是什么 那要遇到很多外星人 请问地球是不是要灭亡了 那谢谢 有咖啡真是太好了 OK 好 那当然首先就是说 我想 外星人本来就有啊 那只会越来越多嘛 就是每一个在那个 国际太空站上面的 都是外星人嘛 因为by definition 他extraterrestrial 他在我们的星球以外 所以他就是外星人嘛 那阿姆斯撞到月球的时候 他也是外星人啦 那然后未来就是 想必火星上 就会开始住一对机器人了 我们随时只要 带上那个VR分身 我们就会有一种在火星漫步的那种感觉嘛 这个不是乱讲的 因为现在已经有了 这些技术 那所以这些大概就是 未来我们就会同时视地球人 但是又视外星人 就是我们只要这个心情一不好 就带上VR 像我就是这样子 我就会到国际太空站 然后就看着地球 然后就发现说 都没有国界 然后也没有任何人为的建筑物啊 那所以从就是外星看地球 就会觉得地球 这个很脆弱 很值得保护什么之类之类 那是叫overview effect 就是总观效应 上过太空再回来 大概都会变成一个 比较好的人啊 那所以就是你只要 就是愿意的话 不需要像那个 我们Ubuntu Linux的那个 Mike Shuttleworth 自己付钱去天空体验 然后你自己带上VR 随时都可以体验 当外星人的这个感觉 所以我想就是与其这个 担心这个外星人 不如自己变成外星人 等到你自己就是习惯了 就是从外星看地球的感觉的话 那对于外星外交 就会有新一番的想法 那这样我们这批外交同仁 就不会只有国际观 也会有新机观 就从火新闻开始 非常非常好的 那有七位朋友们问说 创新需要有开放跟新鲜的头脑 如果遇到长官的脑 比较守旧 到底要怎么样沟通 要怎么突破 那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听她讲 因为就是 不是真的 我跟我阿嬷都是这样 我阿嬷87岁 然后那她对很多事情很有想法 但是当然就是说 她的社交圈 大概即使她的年轻朋友 也都是七十几岁了 那所以事实上就是说 是有不同的生活经验 绝对是如此 那但是因为就是她很愿意分享 所以我只要花足够多的时间 听她讲 其实你说服她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那各位如果有看到 就是我最近有跟张庸之大使 这个也算为交付业务 无人所大使 最近有一个500级的一个对谈 那其实就是我跟她的对谈 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就是我绝大部分的时候 就是我从小到大的观念 然后我后来就听到这么多 那她终于把她脑底的思路讲完了 那我就说不过现在有一种新的可能性 她是长这个样子 等于是接着她的思绪往下讲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比你这个任何其他的说服的方法更有用 因为对她来讲 等于是她的这个思路走到这边 好像有一点就是走到底了 那她接下来就要倒车了 那或者就要停车了 对 然后你就告诉她说 没有这个墙是可以穿过去的 什么只有四分之三月台什么的 那然后对 那你只要闭着眼睛往前冲 那个墙不在哪 对 那尤其外交上面 常常是这样 对 那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她说 原来还有这种做法 这样就是有这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那这个眼前一亮的感觉是非常重要 因为像我们玩那个精灵宝可梦 Pokemon GO 就是这样嘛 就是说我们的可能就是 很年轻的这一代 她可以去告诉很长辈的这一代说 这个妙娃种子啊 还是什么 这个这些Pokemon 她的每一个的故事是什么 等于因为他们在脑里 有另外一个空间嘛 但是 你在家里跟这个爷爷奶奶讲 爷爷奶奶可能她没有兴趣 因为她完全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但是呢 他们如果是到一个公共艺术前面 在台北比较可怜 所谓公共艺术 大概就是台电的变电箱 在台电的变电箱前面 然后那个 说为什么这边明明是陆地啊 可以抓得到什么鲤鱼啊 之类的啊 这个长辈就有故事可以讲 这以前是一个水浸啊 在我小的时候 这边本来是水啊 什么什么之类之类啊 她有这个故事 那这个故事长到这边 那这个晚辈就马上就可以补上 说哦对 所以说我们现在抓到这个 那你就可以去 就是问长辈说 那就是我们有一个 爱戴意的这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里面说 你现在抓得到的这些东西 比方说你抓到一只宝可梦 那这只宝可梦 宝可梦台语到底要怎么讲呢 你就可以去学他的固有族群语言 有人说应该叫做 有些人说要叫做 就对了 还是原球妖怪呢 OK 对 那某个特定的这个宝可梦 到底是要叫做这个 四角的水仙 洋葱的水鸡 还是 对 这个实在是 对 那所以就是说你就可以去 去分享这个 然后去实际上去把 我觉得我刚刚讲了 大家觉得很有梗的这种 新的这个词汇 原来可达牙要叫做牙霸 对 那来跟就是长辈的 这个 就是 他的年轻的时候 的这些记忆 能够有所连接 所以就是说像这种连接 桥接的这样子一种方法 其实他的守旧 是因为他有一些重视的价值 我都说我conservative anarchist conservative就是要持守 要持守住对他有意义的那些记忆 所以就是说他的记忆 完整跟你分享之后 那你就有一个诠释的作用 说你的记忆在现在还relevant的 这个方式是什么 是一个创新的方式 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那个跨世代的 总统被黑客松评审里面 那个饮水基地图 如果叫饮水基地图 绝对不会变成前五强 就是因为他叫凤茶 所以他就到在前五强 因为他召唤出长辈 就是年轻的时候 有凤茶的那个大水壶的那个记忆 那他中间的那个连接点 就是情感的连接点 他每个都连上 那连上之后 这些长辈就非常愿意去 帮忙去讨论那个水质 讨论什么 这个经纬度要怎么样标定 什么之类之类的 那而且也能够把他们 跟在地的文史工作者 把它连接下去 所以我想这个手救 并不是新创的阻碍了 手救是新创的材料 只是说你要先把那个材料盘点完 才能够变成新创的材料 那有五位朋友们问说 我的人生有没有困惑过 有没有如何解决 如何走出来 其实我每天醒来的时候 都非常的困惑 就是处于一个并不是 很知道要干嘛的这个状态 因为大家可能知道说 我睡前会把email都回完 至少分类完 那所以我醒来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一定要做什么 所以我也就是完全就是处于一个 那我今天要醒来干嘛的 这样子一个状态里面 那所以到底要怎么解决 或者要如何走出来呢 我觉得散步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做法 literally去走出来 就是在我慢慢地走到 社会创新实验中心的 这个过程里面 我就会碰到很多人 那这些很多人 大部分不会理我啦 很多人是就是点个头 打个招呼而已 那但是在这个形形色色的 大家的这个互动的中间 因为可能就是 我并没有一定要急着去哪里 或者要做什么 因为我现在都提早 接近20分钟出门了 所以我可以走很慢 那所以在走很慢的情况下 其实很自然的 就会看到很多事情 就是某一个地方 现在又新开了一家店 这家店 它竟然是幽灵厨房 门口只有挂夫panda 根本就只有一张 可以吃饭的桌子 什么之类之类 就是说会有很多 就是看到新兴的 各种社会上面的创新 造成我们的都市的景观的改变 或造成我们行走方式的改变 或什么之类之类 那这些其实都是 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所以那个困惑的感觉 慢慢就会变成好奇心 那等到我走了20分钟 其实中间一定都会被打断 别人就会开始跟我讲一大堆 就是他们想要看到的 就是发生的改变 什么之类的 那这些就我的好奇心 大概到15分钟 20分钟之后 就会完全被点燃 觉得说今天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一天 那我有很多 没有办法搞懂的事情 那因为我在家里 一般也不会就是工作了 其实我就是上面下半分的很开 那所以就是等到我到了设床 然后打开电脑之后 我脑里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 就是因为被这15分钟的走路 被大家所激励 那所以我是觉得解决的方法 literally就是走出来 就是多走 那走得不要太快 然后慢慢地去看旁边的 就是城市或者乡村的场景 然后去跟那个环境慢慢地互动 那很快的那个困惑 就会变成好奇心 那变好奇心不表示可以解决了 大概都没有办法解决 那因为结构性问题 你要是一天可以解决 就不叫结构性问题 但是就是说你 你就可以在一个比较愉悦的心情里面 跟那个困惑也好 挫折也好 卡关也好 或者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也好相处 那因为就是好像心里比较空间 有愉遇嘛 所以你就邀请他 好像一个客人一样 你心里有一张沙发 他就住下来 那你就可以跟他相处个几个月 几年都没有关系 那其实那个卡关 那个结构性问题 有很多很精彩的 值得你去认识的地方 那等到到某一个程度 说不定就啊哈 就想到一个解决他的一个方法 那个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吧 所以就是去跟那个困惑 良好的相处的方法 就是在心里多一点愉遇 多一些空间 那我们是不是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是不是 我们还有多久 对吗 所以最后一个题目了 是不是 还是还有半小时 其实我时间控制 没有很好 OK 好 那我最近在看Radical Markets 那这是一本就是蛮激进的一个书 它书名就叫激进市场 那这个就是把我就是抓去 跟那个Vitalik Buterin 一泰方的发明人 一起成立 Radical Exchange的那个 Glenn Weill写的 那他的这里面 全部都是就是Henry George的思想 那Henry George的思想 就是松文思想 其实 那所以这里面 整本都在讲三民主义 就是我们觉得 这个已经就是比较耳熟能详 什么平均地权啊 什么 什么造价征收啊 什么什么之类啊 那这些就是 我们是 就是有点吸烟而不查 但它里面都当作就是 非常重要的发明这样子 然后去说 这怎么样解决全世界的问题 所以就是我们看的时候 会稍微有点错乱 那 那无论如何 就是这是一本 还蛮有影响力的书 现在全世界很多 大概一百多个城市 都有Radical Exchange 在这一篇 那在做的就是 大概在左翼的想法 跟右翼的想法 碰撞里面 其实这个我们很熟悉嘛 刷健保卡就是左翼思想 刷金融卡就是右翼思想 就是对我们来讲 都是并存的嘛 那这个碰撞的过程里面 怎么像这个玉山 就是每次地震的时候 就可以升高 每年2.5公分 那所以这个就是在讲一个 就是怎么样子去把 用市场的力量调度进民主 让民主可以引入 这种游戏化的市场机制 但是又把民主的力量 社会的力量调度进市场 让市场可以就是 每个人在追求自私的 自利的同时 它莫名其妙都是达到 最大的公共利益 那所以我是觉得 这本书还不错 推荐大家收看 那还有很多别的书 包含一些科幻小说等等 那反正就放在这边嘛 大家有兴趣的人 可以自己看 那非常感谢今天的问题 那就到这边哦 谢谢